这是您母亲吧 我母亲 哎呦好 94了 94了您的 哎呦真棒 哈哈 您这好经济神也真是 真挺棒的 嗯 94了 每天都出来 每天陪她66班 那是 那您这个也贵 我也64了 那您不像 还不像 我看您和大妈都不像 还行 闺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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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老人享受晚年 生活质量高一点 专奶也专腿 我六年 儿女大家呢 老人有五个孩子 五个 我是老三 上面俩哥哥 下面呢 下面一弟弟一妹妹 我们现在陪着 跟着弟弟和哥哥住 是 我们其他人就轮着 轮着就值班 轮着值班 也轮着值班 就陪陪老人 是 因为我也有两个孩子 两个外兄弟 也得照顾 是 这样呢都克服困难 先让老人 嗯 我跟那小的说 就是尊老爱幼嘛 是 咱们先 让老人先 我举了也慢 享受生活嘛 是 有点可能 不怕再摔 是 就怕他们摔走 所以老人一摔就容易 是 出问题 老人最怕摔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话 让老人 老人享受 最后的晚年生活 那真棒 您那个几个孩子是每个轮渡上时间 就是我们一周 也不是那些什么 就是一周过来陪住 在这陪住 全天候陪住 就一周换一个人 一周换一个人 然后有 过年过节大家都来 是 所以赶上那个 赶上有事呢 大家就互相都那些什么 都云云 都云 这样的老人 生活质量不就高一点吗 是 你九十五 九十四岁了 奔九十五走了 你这样就是 最后的倒计时 我们就让它过好了 真棒